好 哈囉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要跟大家做安裝直播分享的車款 是賓士的W205 那這一款車其實有分很多的懸吊設計 第一個是一般的二輪驅動的版本 第二個是四輪驅動的版本 第三個是原廠也可以選配成 氣壓式避震器的版本 所以一共有三個版本 KT的話都有對應 上次分享的是氣壓的 今天的這個版本原本就是彈簧式的 可是這款車是四驅的版本 所以我們一樣先來介紹一下 這款車大概原廠的懸吊有什麼樣的狀況 改裝之後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一般來說改裝避震器 我們都是希望它的阻鈴 希望它的彈簧能夠加硬一點點 但這台車它原廠的前面懸吊 已經改成雙A懸吊了 所以它的避震器結構其實還蠻單薄的 你看它的避震器很超細的 這是前面的懸吊系統 那為什麼它的形式會這麼特殊 因為它這個地方得要閃避 掉它前面四輪驅動多出來的傳動軸 所以這個地方會有一個傳動軸 所以這一個版本是四輪驅動的版本的避震器 那後方的話就沒有分什麼二區四區的 後方的話這個重新超細的吧 後方的話它是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多靈感的懸吊系統 但是這台車的罩門就是在後方的阻尼 如果車友們是開這款車的話 就可以留意到 這款車一般如果在高速公路上行駛 或者是甚至車速更快的話 120、150、160甚至200以上 它的懸吊系統貼地性很好 因為它的整體操控的話 配上比較大尺碼一個輪胎鋁線的話 其實它的操控性非常好 但是在台灣道路品質比較沒有那麼好的狀況之下 後方後座的乘客就會覺得後座的乘坐感覺特別特別的顛 那其實這不是避震器好與不好的分辨方式 單純是這樣的避震器 第一個適不適合車主的駕駛習慣 第二個適不適合台灣的道路狀況 所以它的避震器呢 會有一個特別的狀況 就是它的後方的阻尼特別特別的硬 經理又變胖了 所以壓下去的力道應該會更輕鬆一點 但是啊 還是非常的吃力 那為什麼它的阻尼會做得這麼吃力 好 它往下壓的力道 它的阻力做的特别特别大 那为什么 因为它的设定就是做一个overdamping的设定 也就是说 这个是后方的弹簧 这个是后方的阻泥桶 正常来说 它这两个是要匹配的 这一条弹簧应该大概12公斤 12公斤到13公斤左右 后方的弹簧 那这个阻泥一般来说 它会跟这个弹簧公斤速做匹配 可是这个阻泥桶 它刻意没有做匹配 因为它的阻泥可能做到16公斤 17公斤 所以在一般慢速行驶 遇到路面状况不平的时候 它的回馈会非常非常的直接 因为这个阻泥硬 它有点腰态下去了 可是高速的时候 相信车友都了解到 这个的悬吊系统 高速的时候是非常OK的 所以这一款车是 KT非常非常少数的车款里面 会把阻泥修正的 比原厂的还要更舒适的 一个车种之一 可是还是能够兼备到 应该要有的操控性 所以这个是这一台车 我们每一次在录影 在开直播里面 都会跟大家特别介绍一下 为什么这一款车的车友 都会反映后方的悬吊 特别特别的颠 那其实还有一个状况是 这一款车的前一个世代 是W204 204它的悬吊 就是被一般市场诟病 觉得它的悬吊 比较失去应该要有的操控性 所以205其实改了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后方的主女子 加印很多 第二个是前面的悬吊系统 已经从麦花层改成是 多连感的双A背系统 所以它前面的操控性 自然会好很多 那后方的阻尼 也不是说不好 就是做的overdamping之后 操控性的明显提升很多 但是舒适度的话 就不太有办法做应对 所以这个是在改装之后 会好很多的地方 这个是前面的避震器 前面的话KT就有附上座 但这一台车请技师 特别特别注意一下 这一台车的前面螺丝 因为原厂的它的螺丝的牙的规格 是音质的 所以跟我们的牙的规格是不同 所以螺帽 千万一定要使用KT所附的螺帽 这个是前面的上座 那后方的上座的话 是要沿用原厂的 这里本来有一个上座 这个是17mini的套筒 把它打开之后 这个上座要沿用 那这个是后方弹簧的上部零件 这个橡皮垫其实它是做偏心的 这个角度应该就看得到 它的弹簧并不是在这个基座的正中间 这个会这样的设计是因为它上方的话 这个机构为了要因应弹簧式的 或者是气囊式的 所以会做这样的偏心设计 那下方的橡皮就需要沿用 这个是后方的一个原厂的零件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还是前面好了 前面阿伯还在施工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好了 这个是刚好今天还在加工当中 来镜头再近一点点 这些就是KT所制造的一个半成品 像这个零件就是刚刚好这款车 待会要下去做加工的一个零件 这个会做组合然后再做焊接起来 但这个可以看到这里有磨合 磨合模具的一个线结合的线 这个磨合线它的代表这个材质是锻造的 所以这个需要开模具 用锻造的材质才有办法来做一个这个零件 所以这个是就这台车 宾式的W2205的四轮驱动的一个零件 刚好这个待会要准备要加工当中 所以这个是KT本身也是一个制造的工厂 刚好有这个零件就介绍给大家来了解 那这一边好了 我们来看后面这边 这个的后方它有一个上座 在上座在这边 上座的下方就可以从这个地方来调整它的软硬度 从这个地方来做调整 那这个是后方的筒身 我们有附防成套 里面还有一个馒头 这里面还有一个馒头 所以这些的零件都是KT就有附了 那这一台车的调整机构 是在上方 这里还有一个橡皮 所以它的上部的话算是一个凹槽状的 所以如果从由下往上拍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平整度 是非常非常好 所以上橡皮 还有调整机构 就是使用KT的一个零件 那它的车高原厂的 今天是改了19寸 这个轮胎跟铝圈也稍微介绍一下 这条轮胎是非常非常棒的轮胎 这个是PS4S 是一般的算是街跑胎的 所以今天是改了这个是19寸的 也有做前后配 应该26530的样子吧 2653019寸的 2653019 9.5J 所以这个是有前后配的规格 这个铝圈形式也非常好看 那这个版本原厂记得好像已经可以做一个夜色套件了 黑色铝圈还有大包之类的 整体加上这些套件的话 整体的气势非常好看 对吧 后方的车高调整 原来刚刚来的时候大概是40幅左右 还蛮高的 那车主的话今天没有要降得特别低 会比原来的话降低 三十二迷你 就三点二公分左右 所以这台车啊 我们调到最高 大概可以跟原厂的车高一样 那降到最低的话 大概还有剩下四分之三指幅啦 大概十六到 也不对 大概十二迷你到十六迷你左右 能够降低的幅度还蛮多的 那它的 它的后方的车高调整 调整完毕之后 筒身呢 记得要设定好 如果筒身做得太短 它的弹簧就压缩过多 就一定不好做 那在调整阻尼之前 有一个动作非常非常重要 像这款车的 像配置的是19寸的轮胎铝圈 会先把轮胎的胎压 达到正常的建议值 原厂的话 大概 冷胎压大概33左右 就胎压设定好之后 再来调整阻尼 我会比较建议这样的步骤 因为原厂的毕竟器 它对胎压的一个容许范围会比较宽 但改装毕竟器之后 对胎压的敏感度非常高 所以一定要先设定好胎压之后 再来调整阻尼 那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部分 前面已经改成一个双A的悬吊了 所以这里就是刚刚 已经你看到 让大家看到了解的这个 下方的角度啊 就是我们刚刚需要开模具 制造的这个零件 所以它跟上方的这个管 在做焊接之后 才有办法成型 那因为它的悬吊系统 前面的话 这个防晴感 防晴感特别特别舒服 这个应该有大概超过 大概接近30mm 那前面的话 这个双A的悬吊系统 我们弹簧配置呢 是配置了200厂12公斤 后方的公斤数是15公斤 所以这台车 配置的弹簧公斤数是12、15公斤 那很多看过经理直播的车友 也许会质疑说 这样的弹簧公斤数怎么那么高啊 这台车有那么重吗 那是因为这一款车 它的前面的悬吊系统 是一个双A倍的悬吊系统 那双A倍的悬吊系统 它的支点比较偏向内侧 它的避震器呢 比较偏向内侧 所以它的弹簧公斤数的话 配置方式跟一般卖花神6公斤 7公斤之类的就不太一样 它的公斤数的话会做得比较高 后面的话也是一样 后面的它的弹簧 一样是比较偏向支点 所以它的公斤数一般来说 都配置13公斤 大概到16公斤这个上下左右 所以这台车KT的配置 一般道路版本是前面12公斤 后面的话是配置15公斤 花莲有经销吗 花莲喔 KT的话像今天直播的这个地点 是台中的坛子 这里的话是KT的制造的工厂 我们中区的话也有经销商 北区的话也有经销商 花东的话花莲有耶 花莲在吉安的骑胜轮胎 也可以到那边来做安装的服务 花莲台东也有啊 花莲台东我们都有 连宜兰我们也都有 盆湖也有耶 所以如果有车友有知道 想要知道哪里有 可以安装的据点的话 都可以私讯我们的小编 那我们再来继续介绍了 那前面的话 这款车呢 它的刹车也都有因应它的动力 C300的动力是2000cc渦轮吧 动力比较大 这个也都有加大 那再上去的话 如果是C43或者是C63的话 它的盘进啊 它的刹车卡钱又更大了 好 那在用料的部分 也来顺便介绍一下好了 KT的话 所使用的主名友 是使用意大利 这个是大概200L吧 意大利进口原装的一个主名友 这台车有很多的车友是很热血的 如果有骑大型重机啊 在意大利有一个品牌叫Aquiria 这个重机的指定前叉 跟指定后避震器的用友 就是使用意大利IP的主名友 那像是在 攸关到避震器寿命很重要的部分 是油风 如果油风用得不好的话 避震器很快就容易会漏油 那KT所使用的油风 是使用日本最大的品牌 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风 所以这个 在用料的话都相当的不错 那像这款车 它的前面的阻尼调整部分 是在前方的话 有一个湿盖 你到这边 然后镜头拉高 看看能不能拍得到 好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湿盖 从湿盖 这里 就能调整得到软硬度了 这里会有一个湿盖 湿盖的话打开之后 厉害喔 这个有一个湿盖 这个湿盖 也不用用任何的工具 直接这里有一个卡榫 压下去之后 拉开 就可以从这个地方 来调整阻尼了 所以这台车要调整阻尼的话 还蛮方便的 后方的话 如果降低的车高 油很低的话 就会建议 可以把车稍微 腾高之后 再来做调整 那这一款车 前面还有大包 这里好像这个是 应该是方向机油冷 配件也是超多的 毕竟它的 冰式的车型定位 是比较 比较高档一点 所以它应该要有的安全配备 应该要有的隔音 应该要有的组装品质 其实都有很不错的水平 那如果车友们 有开同款车的话 因为这款车的车主 越来越多 因为这款车有很多的 外汇车进来 所以它的入手价格 是非常CP值非常非常高的 那如果车友们 有想要知道这台车 改了KT之后 相关的资讯 可以私讯我们家小编 或者是说车友们想要试程 也都很欢迎 跟我们预约联络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